乡村振兴 人才是关键 11月9号 由农业农村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中华全国总工会共同举办的第三届全国农业行业职业技能大赛 在山东省维坊市举办 这是国家级一类职业技能大赛 共有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建设兵团在内的138支代表队 430名选手参赛 参赛选手中有不少人来自农村 我今年23岁是头干这个统房统治这个无人机专业 刚刚一年 非常幸运能参加这次全国新的规模大赛 所以说对自己也是一个历练 也是一个成长 也是个更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记者在比赛现场看到 各个选手都拿出了看家的本领 认真完成各项比拼 来自山东德州的王晓明就是其中之一 今年是他第二次参加比赛了 相比第一次 他显得信心满满 第一次是18年 上一次取得了全国第11名 获得了全国农业技术能数 这一次是奔着前十来的 感觉自己能考差不多能考到前十吧 自己还是蛮有信心的 据了解 本届大赛聚焦农业农村生产一线 设置了农错物质保员 农期修理工 动物疫病防治员 动物检疫检验员 茶叶加工工 一共五个竞赛项目 这些专业技能人才都是当前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 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急需的人才 对于服务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生产 和农业绿色发展 具有重要的支撑保障作用 举办这类大赛的目的 就是为了推动 打造一支知识型技能生 创新型的农业劳动者大军 为全面推进 相近进行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此次大赛设立全国农业技术能手奖 优秀裁判员奖 团体奖等五个奖项 除比赛环节外 还组织了农产品直播销售员技能展示 以及技能大师